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讨论了上海城市街道当中 无处不在的黄石县 给市民带来的出行困扰 那陆先生是一位 腿脚不方便的残障人士 他通过自己的一次遭遇 向我们栏目求助 并且希望引起大家对于 如何划定黄石县的关注 为此我们的记者 也向交警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协调之下 最终为他找到了一个 比较折中的解决方案 年初腿脚不变的陆先生 请朋友开车接自己外出看病 然而就在他上车几分钟后 车主赵先生就收到了一条处罚短信 现实他因为不按规定停车 需要缴纳200元的罚款 他是送我到医院去求医的 那么我想作为一个残障人来说 上下的肯定是不方便 就超过两分钟 陆先生觉得 寒山寺路上画设的禁停黄线 离自己家门口 还有十几米的距离 而且自己也遵守了路边停车 急停急走的要求 这是因为行动不变 上下车比正常人花的时间更长 超过了交警规定的三分钟上线 而针对陆先生对家门口 禁停线设置的疑问 交警部门也给出了解释 最终在与陆先生做了充分的解释之后 交警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在距离陆先生家十几米远的人行道上 有交警划定的停车位 亲友下次开车接送陆先生时 可以稍微绕一下路 把车停放到这里 让陆先生上车后再驶出来 或者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 下次呢 应该是他前面一点 前面一点呢 有个停车位 就是十几米吧 而对于已经产生的罚单 陆先生和朋友 已经向警方提出了行政复议 正在等待复议结果 新闻方记者 闫一丽 顾国荣报道 今天呢 来到我们演播室 和大家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的呢 是来自同济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杨小光 欢迎杨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也好 另外呢 三位市民评论员 也在线参与今天的讨论 那大家刚才也看到 陆先生的问题 在交警部门的协调之下 也算是解决了 可是呢 在咱们上海市中心的老小区里 这样的案例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那这些老旧小区 往往是处在繁华地段 而且呢 住在里面的居民 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 那尤其是到了晚上 小区空间 早就被车辆封闭的 严严实实了 回家较辆出租车 开都开不进去 小区的门口 连片的黄线进停区 也让来往车辆 根本就没有办法停 我想请教一下杨教授 就是面对这样 两难的问题 您一定是做过思考的 有什么 可以解决的办法吗 实际上有一个事情 还是很重要的 目前如果像 特别老的小区里面 它这个道路资源也很紧张 这个停车位置的话 当然也不够 那么这种情况下 无限制地去满足 是已经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国际上 经常有些做法 就这块地方 对不起了 那我们先以基本的功能 为基本考量 好比说防灾救灾 救护车消防车 这些通道都能走 另外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路往的容量 为考虑 最后能放几辆车 那我们都是可以 不仅是精细化 现在要精准化了 如果各退一步的话 也许我们的公共空间 真的都能够节约出来 一点不错 那么实际上在日本 东京 这个新宿或者银座这些地方 世界500强企业 也才给几个车位 所以我们可能思路 也要调整 所以一方面 可能政府需要 找出一些解决的方法 另外一方面 市民可能也要 压缩一点自己的需求 是的 这个确实在随着 像这些问题出来以后 大家慢慢都会变得理性 然后都在一起想办法 总体来讲 我们人不要把自己 给堵死了 对 那我们都明白 这个干着没有两头田 这样的道理 放在交通整治里边 划了黄线之后 围停乱停的现象 真的是少了 可是呢 有了整洁 就少了方便 那在场的评论员啊 也在上一期节目里 谈了这个黄线 带来的一些困扰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同时我们也想 请杨教授来评估一下 那首先请教杨先生 来听一听您的解决方案 在那个澳大利亚 在学校和幼儿园附近的路段 它一定会有大量的 供这个家长接送孩子的 这种短时间的车位 这类车位呢 它有明确的时间限制 而上海这种人性化的设置呢 就比较一招切 它可能只更多的考虑了近 而缺失了便民 这样的这个考虑 看我们上海的这个交管部门 是否也可以参考 国外的这些经验 分时设置这种供接送孩子的家长车辆 在短时间内临时停放的这些标志 那么同时呢 学校的这个附近呢 也可以考虑设置学校的这个交通督导员 让这个就是家长可以稍微在安全的地方放下孩子 然后由督导员去引导孩子呢 走到学校门口 就所有的这个车辆 就不需要都一窝蜂的挤在学校门口 这短短的这个一个小的路面 那么针对这个刚才说说的这个残障人士呢 在交通繁忙的路段 他都会设置了这个残疾人驾驶车辆的 这个专门的停车位 方便这种悬挂了残疾人标志的这个车辆呢 让他们来停放 刚才杨先生提到 就是不要把黄线化为一刀切的 这样一个停车方式 是不是可以分时啊分车类啊来进行规划 我想杨教授对于这样的建议 已经都考虑到了是吗 实际上他这样讲这几点呢 也是是对的 是应该这样 但是可能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到 像澳大利亚 包括美国等等这些国家 他们在整个一开始 他的城市的构造 是以汽车为主体考虑的 所以那时候呢 他在规划学校的时候 包括这些这个住宅啊等等 他基本上是围绕汽车 已经做了最大限度的考量了 那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城区 特别像上海这些老城区 或者老城乡的话 他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原来呢 是以自行车步行 为主体形成的这样一个社区 那在这里面的话 像特别有学校的话 那么我们把一下把汽车 都压到这里去的话 显然的就是 也是很多没有办法了 就是他先天已经不足了 先天不足消化不了 对 那怎么办像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中国还可以创造 更多的一些经验 可以考虑围绕这个学校或者医院 它那个半径在100米 200米300米 总是可以找一些空间 然后呢 做一些直换 做一些这个临时的这个上下车用 怎么办呢 像这个特别是学校 我可以用校车 在这些地方 做一个小型的枢纽 然后大家把人 小孩送到这里以后呢 就是送到那个 就上了校车 然后就直接送到学校去 因此学校门口呢 就是就不会有这么多车了 那这是一种解决办法 当然医院的话呢 可能要另做别论 那么医院的话 因为彻底 特别是有很多病重的 这个病人呢 所以他可能这个需要 更加方便一点 那这个呢 可能像除了刚才这些 以外的办法 可能我们还得要 再像绣花一样的 再想些办法 我也想问问李景啊 李景你对于这个 整个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思考 经过黄石仙的困扰 我也思考了很多 然后有两个不成熟的建议啊 第一点就是我在想 这个黄石仙的这个静停时间 有是三分钟之内的一个规定的话 我在想这个时间也是人设定的 那能不能结合考虑特殊人群 比方我又要说到老年人群体 他们的行动是确实比较慢 你让他们赶紧赶紧 其实很多情况下 也是造成另一种安全隐患的一个存在 画了黄石仙的附近 基本上都有高清探头全覆盖 这些罚款和抓拍可以照样进行 但是譬如遇到特殊的情况 比如接送病人 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或者残疾人之类的 我想可不可以由车主提供相关的证明 就比如拿着病例报告 拿着残疾人证 或者是持有老年人敬老卡 向交管部门提供这些证明 予以撤销处罚 李静也特别提到说这规则是人定的 这规则就是能动的 是可以做调整的 按需停车或者人静化的滞后处理 违法违规行为 他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 我不知道杨教授对于李静的这些建议 您有什么样的观点 既然这个地方是在生活区域里面 它不是说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围墙外面的事情 所以跟老百姓的进出没关系 那如果有这么多关系呢 我也就想来举一反三的话 一个就是时间上面 我们再考量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呢 也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 划这些双黄线 对这个周边区域产生的影响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听一听 周边的这个住户 这些市民的意见 听听大家一起来出出主意 也有好处 让他听的过程当中呢 一个让大家听到 尽量避免这些不当的事情出来 还有一点呢 也是一个宣传教育的一个过程 还有一问题呢 像刚才讲的那叫港湾式的 这种这个临时停车点什么的 我觉得呢 这个呢上海 我们上海人还是比较擅长 罗斯克利索道场的 所以在很多地方呢 还是可以去想办法解决的 你好比说还有一个 我就举个例子 那我们现在 世界上车道最宽的 这个道路 基本上都在中国 这是什么概念 就一个车道 这世界上美国的高速公路 才3米66 那我们现在中国的早期 前若干年还在这样做 一个车道竟然能做到3米75 实际上呢 一辆小车也就是1米6 1米8的样子 那我们实际上 再仔细地扣一扣 往那边 往这边挤一挤 把车道窄一点 这边稍微借一点 都可以想出办法来 对 当然也要求证专业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呢 请到的三位市民评论员 都是带着思考来的 还有永振 我也想知道一下你现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们其实在我们城市里边 我们有很多地方 有这个出租车的 这个专门给出租车的停车 后车区域 那么还有就是专门的公交车车站 那么它是黄须线 那么允许你车站在这里临时停航 那么我们能不能在一些 比如说我们居民小区 找一个不偏颇的地方 而不是很拥挤的地方 能不能临时参照像出租车 通交车站这样 临时设立一个上下车区域 那可能这样的话 既不违反现有的法律 也不用新设 而且这个相对来说 也操作性更强一点 那么这个建议是不是具有建设性 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实际上呢 这里面的我就在想了 就是实际上交通的拥堵啊 它首先在一天24小时里面 就是有限的早高峰晚高峰等等 那某一条路的话呢 也是它可能就是特定的某一时段 它会去读一点 因此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就像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话呢 可以考虑就是说 这条路就是一条路一条路 甚至一条路的不同路段 都可以再做得细一点 还有我就在想到 因为正好这个去年呢 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大学去 跟东京大学进行那个学术交流 就是包括一些学生 在暑期学校的时候 我们那种大巴 大巴的后来 我们在东京那么拥挤的地方 竟然呢 他们车子允许我们在这里停下来 把人下来 那后来我就问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 这样做呢 他说我们这里有个规定 像你这种大巴 像这种这么样子 这么多的人的话 那我们还尽量给你送得近一点 实际上还有一个观点 要做得专业一点 那我们经常讲 我们要精细化管理 什么叫细 什么叫粗呢 所以可能也许更好的呢 应该叫精准化管理 那么精准化管理的话呢 这里面就需要很多专业 那么据我也了解啊 就是在香港 它现在相当于平均 每五个路口 或者是五到十个路口 它配一个交通工程师 一年365天 就针对这条路上面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要进行专业的去研究 拿出专业的方案 这样子呢 通过主管部门呢 去论证完了以后 包括听取周边这些市民啊 交通参与者的意见 最后呢 形成一个方案 然后去实施 你想想这块工作的话呢 实际上应该是呢 有社会上面的咨询部门啊 若干的一些机构啊 去做 就是现在呢 实际上交警呢 就是让他就是能够 让他能够专心的去 知法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这样子 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好的 谢谢各位评论员 一刀切的管理方式 虽然说短时间里边 见得到成效 但是长此以往 必然会给市民 带来各种无奈和为难 城市管理的精细化 既要考虑现实条件 也要考虑民众需求 更体现在对基础设施和服务 不遗余力的投入 让所有人各取所需 各有满足 那刚才呢 我们的市民评论员 对路员管理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比如弹性管理 按需分配 那么到底怎么来管 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啊 拿出绣花的功夫 串好家家户户门前的 这些黄线 不仅让城市更有面子 也让城市更有温度